主要是在讲有关资料形态、变数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些有关逻辑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如果我希望判断年龄写一个 到底输入之后,他的年龄是不是成年? 未成年,他目前是18岁 所以我们可以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很简单,就是当我刷入他的时候 他会跳出一个叙述,请输入年龄 在冒号后面,我就输入一个年龄,然后让他判断 是否为成年,所以我假设输入15岁 Enter的话,理论让他跳出未成年 反思的话就是未成年,当然我要再执行一次 理论输入20岁,那一定是成年,所以这边会跳出成年 OK 那这个地方呢,在如何撰写这样的一个程式 如果你想说老师,那成年还有区分啊 还有什么,再来就是有分成青年、壮年、老年吧 还可以划分啊,反正这很多可以划分的 那不过,如果要再划分的话,那你就可以再设定不同的逻辑 那怎么样再加这个逻辑,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啊,这个的话是两重判断 确跟确跟确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首先,对不对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一样 会用到有另外一个函数,叫做input OK,所以啊,首先的话呢,我今天呢,当然 底下的部分,我先 先把这个 这几个字有些,我要先 里面把它delete 掉 OK 分了两步来说明,第一个就是让使用者输入资料 那如果要让使用者输入资料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用input 的方式 不过刚才会讲,input这个函数呢 它就是取得资料的话,它会是一个文字形态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假如你输入刚刚是15,对不对 如果input,输入15,对不对 得到input的结果,它会是15的文字 所以啊,如果你假设要来判断说它的大小,那大小文字绝对没办法判断大小,有没有办法计算 所以你势必需要把它转型,转成15 所以啊,这个地方记得,input得到15 那如果你要丢给h的时候,那你记得,外面要包个int 我怎么变大小,那你也可以用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evo 那这样的话,就会把15变成15的整数 那h就得到了 接下来要判断嘛,判断的话,在那个python里面呢 开头一定evo,小写,后面给一个条件 如果那个h,这个变数里面的值 假如是小于18的话 那要做什么的话,冒号 OK,不过vba,假设vba的写法是,后面冒号就要改人带,然后 只是说,在python里面呢,就加一个冒号就可以了 所以冒号比较简单,打一个字还打四个字,这一个字就搞定 果然python聪明 OK,enter 那enter 之后的话,特别注意哦 它一定会帮你主动缩牌,你们要发现 这边你enter 的话,它一定会帮你 缩牌,所以前面这边有没有 它一定会 有一个缩牌位置 特别是,你不要没事把它back 为什么?因为 缩牌呢,在python里面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该缩牌,你就一定要缩牌,你若不缩牌,它会出现错误 OK,它会出现那个什么block,编牌的错误啦,OK,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小心 那如果小于18岁,你就print了什么?print 假如这边的话呢,那你就print了未成年 OK,那反之的话,所以当然如果你现在直接print的话 如果说15岁,一样未成年,可是大于18岁,那就没办法有结果 所以反之的话呢,你会打个l 一样这样的冒号 如果 就是 反之的话,那你要执行什么?那就是成年 所以把这个未成年的部分,我把它复制一个,然后把它改成成年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 OK,所以关键的地方在哪里?这个逻辑判断在这里 h小于18 OK 后来会有个同学说,那我可以颠倒 我可以把h大于等于18 h大于等于18也可以啊,大于等于18,那你把上下颠倒就OK 上面变成年,下面变成年,可不可以OK也可以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逻辑 想到的方向不一样 写出来的程式也不一样,那结果 会是一样的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稍微修改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试 那待会我们可能就是再改一下,可能就有同学提到就是说 那如果我今天呢,想要把成年再改一下 因为现在的话是等于养从逻辑 确跟确实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想要把它改成比如说还有青年啊,壮年啊,老年的话 那该怎么加 所以啊,以后如果不只是true跟false 还有 多重的逻辑判断的话 那其实啊,你就 可以再学一下else if 比如说 如果 那 以下else if 应该可以讲成就是除此之外吧 或者什么 对,除了这种可能性之外 对,类似吧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好,那这边的话呢,请各位试试看 比如说待会 假设希望把成年 再分成三个等吧 比如说18到30是青年 31到65是壮年 那65岁以上的话是老年的话 那城市该如何写 那这个可能就是在想想看 多重逻辑判断 那刚刚两重的是在哪里 两重是在这边哦 这个地方 OK 如果你们要找的话 如果找云关是在第五页 第2个单元的第5页 如果讲义的话 你们自己再找一下 理论它应该是在 这个逻辑运算纸的下方而已 逻辑运算纸那个表格的下方 这是什么呢 证明 证明